杜比时间 外面正下着大雨 杜比生气地从家里跑了出来 他不知道要去哪儿 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他安静地在街上走着 没有伞 大雨淋湿了头发 鞋子也进了水 他觉得很冷 很累 杜比生气地说了两个字 讨厌 你讨厌什么 孩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旁边站着一位老人 杜比问 你在跟我说话吗 老人笑着说 这里还有别人吗 你是讨厌现在的生活吧 杜比 惊讶地问 你怎么知道 老人说 人总是这样 小的时候 希望长大 长大以后 又希望回到以前 我真希望有一种药 能回到你这么大的时候 杜比说 我现在有什么好 完成了作业 才能打篮球 多玩玩电子游戏 不行 喝喝啤酒 不行 和朋友去KTV唱唱歌 跳跳舞 也不行 我爸总是说 你现在必须努力学习 我每天的生活 除了学习就没有别的了 我真想跳过这段生活 老人说 你是认真的吗 杜比说 当然 老人说 孩子 我可以帮你 但是现在 在你可以选择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好 杜比说 不用想了 我决定了 请您帮帮我吧 老人说 我有一块手表 你用了之后 没有北京时间 没有柏林时间 全世界都是杜比时间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杜比问 老人笑了笑 说 你现在把时间调快一分钟吧 杜比 马上这样做了 这时候 老人不见了 只听见一个声音 你要记住 你的时间 只能向前 不能向后 杜比想到 爸爸生气的脸 他拿出手表 把它调到 第二天晚上十点 他一下子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妈妈走了进来 儿子 睡觉了 晚安 杜比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杜比想 上学真没意思 听邻居家读大学的哥哥姐姐说 上了大学 就可以离开家 住在宿舍里 没有作业 没有作业 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那就把时间调到高中毕业吧 好 那就这样吧 杜比一下子 来到三年以后 不少同学都考上了自己满意的大学 以前成绩一般的利语 也打算出国留学 杜比问妈妈 那我上了哪个大学呢 妈妈说 你没考上大学啊 这三年 你都在玩呢 杜比有些难过 但是他马上对自己说 没关系 那就再跳一段吧 对了 再过一年 就是世界杯了 这时候 奶奶打来了电话 杜比 你好吗 奶奶好想你啊 杜比说 我也想您 我看完世界杯 就来看您 杜比 马上把手表 调到一年后 世界杯 开始了 杜比 看了一会儿比赛 觉得淘汰赛 太没意思了 这要看多久啊 太让人着急了 快点看决赛吧 杜比 马上把手表 调到决赛时间 决赛开始了 可是 杜比 没看到自己 最喜欢的球队 杜比问 为什么 没有我的球队呢 爸爸说 你喜欢的球队 上一次就输了呀 杜比 杜比 觉得非常非常 没意思 他不想看世界杯了 他突然想起来 世界杯完了 应该去看奶奶 第二天 他买了奶奶最喜欢的面包 和甜甜的大西瓜 到了奶奶家 他敲了很长时间的门 都没有人开门 这时候 邻居张阿姨回来了 杜比啊 你怎么还来这里 杜比 觉得奇怪 回答说 我来 看我奶奶呀 张阿姨说 你奶奶 去年 就已经去世了 你不知道吗 你奶奶 在医院的时候 一直叫你的名字 杜比 呆住了 他不敢相信 这所有的事情 杜比 马上拿出那块手表 像疯了一样 把时间 往回调 可是 怎么调 都不行 为什么 为什么 他突然想起了 那个老爷爷的话 只能向前 不能向后 不要 我不要这样 杜比 把手表 用力地扔在地上 可是 手表 还是好好的 一点 都没有坏 他跑了出来 大喊 老爷爷 你出来 出来 手表还给你 我不要了 我要回去 让我回去 雨 一直下着 天气 很差 外面 刮着大风 就像 那天一样 外面 正下着大雨 杜比 杜比生气地 从家里 跑了出来 他不知道 要去哪儿 也不知道 要做什么 他安静地 在街上走着 没有伞 大雨 淋湿了头发 鞋子 也进了水 他觉得 很冷 很累 杜比 杜比生气地 说了两个字 讨厌 你讨厌什么 孩子 不知道 什么时候 他旁边 站着一位老人 杜比问 你在跟我说话吗 老人笑着说 这里还有别人吗 你是讨厌 现在的生活吧 杜比 惊讶地问 你怎么知道 老人说 人总是这样 小的时候 希望长大 长大以后 又希望 回到以前 我真希望 有一种药 能回到 你这么大的时候 杜比说 我现在 有什么好 完成了作业 才能打篮球 多玩玩电子游戏 不行 喝喝啤酒 不行 和朋友 去KTV 唱唱歌 跳跳舞 也不行 我爸总是说 你现在 必须努力学习 我每天的生活 除了学习 就没有别的了 我真想 跳过这段生活 老人说 你是认真的吗 杜比说 当然 老人说 孩子 我可以帮你 我可以帮你 但是现在 在你可以选择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好 杜比说 不用想了 我决定了 请您 帮帮我吧 老人说 我有一块手表 你用了之后 没有北京时间 没有柏林时间 全世界都是杜比时间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杜比问 老人笑了笑 说 你现在 把时间 调快一分钟吧 杜比 马上这样做了 这时候 老人不见了 只听见 一个声音 你要记住 你的时间 只能向前 不能向后 杜比想到 爸爸生气的脸 他拿出手表 把他调到 第二天晚上十点 他一下子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妈妈走了进来 儿子 睡觉了 晚安 杜比几乎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 杜比想 上学真没意思 听邻居家 读大学的哥哥姐姐说 上了大学 就可以离开家 住在宿舍里 没有作业 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那就把时间 调到高中毕业吧 好 那就这样吧 杜比一下子 来到三年以后 不少同学 都考上了 自己满意的大学 以前 成绩一般的丽语 也打算出国留学 杜比问妈妈 那我上了哪个大学呢 妈妈说 你没考上大学啊 这三年 你都在玩呢 杜比有些难过 但是他马上对自己说 没关系 那就再跳一段吧 对了 再过一年 就是世界杯了 这时候 奶奶打来了电话 杜比 你好吗 奶奶 好想你啊 杜比说 我也想您 我看完世界杯 就来看您 杜比 马上把手表 调到一年后 世界杯 开始了 杜比 看了一会儿比赛 觉得淘汰赛 太没意思了 这要看多久啊 太让人着急了 快点看决赛吧 杜比 马上把手表 调到决赛时间 决赛开始了 可是 杜比 没看到自己 最喜欢的球队 杜比问 为什么 没有我的球队呢 爸爸说 你喜欢的球队 上一次就输了呀 杜比 觉得非常非常 没意思 他不想看世界杯了 他突然想起来 世界杯完了 应该去看奶奶 第二天 他买了奶奶 最喜欢的面包 和甜甜的大西瓜 到了奶奶家 他敲了很长时间的门 都没有人开门 这时候 邻居张阿姨回来了 杜比啊 你怎么还来这里 杜比觉得奇怪 回答说 我来看我奶奶啊 张阿姨说 你奶奶去年 就已经去世了 你不知道吗 你奶奶 在医院的时候 一直叫你的名字 杜比呆住了 他不敢相信 这所有的事情 杜比马上 拿出那块手表 像疯了一样 把时间往回调 可是 怎么调都不行 为什么 为什么 他突然想起了 那个老爷爷的话 只能向前 不能向后 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这样 杜比把手表 用力地扔在地上 可是手表 还是好好的 一点都没有坏 他跑了出来 大喊 老爷爷 你出来 出来 手表还给你 我不要了 我要回去 让我回去 雨一直下着 天气很差 外面刮着大风 就像那天一样 我不要